女性和男性的身体结构不同,也就让女性跟男性很多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。 比如说小便之后,男性就直接提裤子走人了,而女性朋友则还需要擦一下,如果不擦的话,湿漉漉的。 真的是非常难受,但是现在有很多卫生只是不合格的。 女性小便后应擦擦,怎么擦才健康卫生? 小便后要用纸巾擦,在小便后,女性应该用纸巾擦一下,排鸟的过程,也是身体排出毒素的过程。 通过排鸟,能把毒素排出,用纸巾擦一下,也能够避免尿不尽的发生。 女性的生理结构比较特殊,尿道、咽道较为靠近,会进行正常代谢。 但是,当排鸟的过程中没有用纸巾擦拭,往往会造成细菌,病毒感染到阴道,造成生殖方面出现疾病,甚至还能够引起复刻疾病。 一,避免尿道发生感染,在小便结束后,用纸巾擦拭一下,对于保护尿道有非常好的帮助。 与男性相比较,女性的尿道较短,这样容易造成细菌的感染。 尿液中有毒素,尽管你排尿结束,还是会造成些许的尿液没有彻底的排出。 更不用说一些女性会患上尿不禁的症状,尿不禁会造成尿液在尿道中堆积,出现过多的毒素。 对于尿道会造成极大的感染,在小便晚用纸巾擦拭式,能够避免尿液淋漓不止情况的发生,使得尿道不会发生感染。 对于肠间的密尿疾病,也有很好的预防,尿道减少发生感染的几率,也不会危及到阴道。 这样能够避免阴道炎等常见的阴道疾病的发生,而避免细菌增多,尿液中有较多的毒素,通过排尿能把毒素排出体外。 当在小便结束后,不用纸巾擦拭一下,会造成因不处于潮湿的情况。 不少人会担心纸巾不安全,纸巾上会有大量的细菌,频繁地用纸巾擦拭会造成细菌的滋生。 其实,对于卫生间使用的纸巾有明确的要求,并不会造成微生物增多的情况。 一般来说,合格的纸巾是不大会出现感染的情况,用纸巾擦拭能够避免阴不变的潮湿,对于杀灭细菌也有非常好的帮助。 怎么擦才有效?既然要擦,那怎么擦都行吗? 当然不是,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擦的方向,要用干净的卫生纸从前往后擦。 如果反过来,则容易把肛门处的污污带到阴道和鸟道部位,反而不利健康。 此外,有医生还表示,最好不要用湿巾擦,因为湿巾添加的化学成分可能对女性私处的健康不利。 既用湿巾擦拭后,依然会存在潮湿的问题。 合格的卫生纸才可以。 在讨论女性小便后要不要用纸擦拭,有一种生意是吃饭对观点的,认为很多卫生纸都是在造纸。 其中带有大量的细菌,如大肠杆菌、油门罗杆菌、粒脊杆菌等,过分频繁地用纸巾擦拭外液。 细菌很容易在阴道处停留并滋生,当细菌达到一定数量时,就可能引发阴道炎或者外因炎。 最好的办法是小便后什么都不用,天津换内裤,其实两种欢点冲突,的关键是卫生纸的质量问题。 我国的卫生纸国家标准对测用卫生纸中的卫生物有明确要求,如果真的是合格的纸的话,是不大可能引起感染的。 通过以上的介绍,大家都知道了该如何擦拭,才是正确的方法了吧。 看起来非常简单的,小便完之后擦一下,其实也有很多的讲究的。 如果它的方法不正确了,会导致细菌的增生,甚至还会引发妇科病的产生,所以也是需要我们值得注意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